NEO 了世紀天梯的故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哥德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現在天梯呢 這些頂尖高手們 又回到天梯模式了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8點多方向 紅色的玩家選擇的波斯人 波斯人擁有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提升速度最快的優勢 所以他前期不管是要點村民 或者是輪軸技術 織布技術 手推車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波斯人呢 他的騎兵打法也是比較特別 三公三榜都有 也有大陸馬 重裝駱駝 甚至有薩瓦爾 特殊的遊俠騎兵科技 那整體來說 波斯人還是比較偏向於步騎作戰 駱駝配槍兵 或是薩瓦爾 配槍兵 或是薩瓦爾 配這個大陸馬 但是他的劍兵性比較可惜一點 只有常劍兵 攻兵路線也是有點可惜的 弩兵只有二級射 但是有銀罐 波斯工兵 工兵不需要消耗黃金 就可以製造出來 後期呢可以轉火槍 也可以打重裝馬弓 但是馬弓路線也是很可惜 沒有三級射 城堡斯在一起呢 就會研發安息人戰術 讓波斯人的大象 這個波斯戰象 馬弓路線 也可以果斷成形 後期呢波斯人也有火炮 也有工程工 也有這個重型衝撤可以使用 那接下來看一下 Hero這邊是選擇的哥德仁 那哥德仁呢 是步兵文明 消耗最便宜的文明 步兵非常的省 但是步兵打法 還是比較適合帝王 style 那前期的部分 還是要多靠自己的 騎兵路線 或是攻兵路線去cover 那哥德仁呢 他前期吃野味 也是比較省的 他可以吃的更久一點 所以不管是吃這個陸肉 或是野豬 都會吃的比較久 前期多出來肉 可以多出100肉左右 讓他可以在前期 多按一隻肉吧 或是多打這個棒棒開局 也都是相當適合的 那哥德仁後期呢 他的科技路線 比較可惜一點是 雖然有三級 攻三級防的這個 工兵鎧甲跟攻擊射 但是沒有強弩 但是馬攻路線 也有一些職業玩家 可以會拿來嘗試使用了 沒有拇指環 也沒有安全的戰術 那前期的打法 還是比較多靠自己的騎兵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地圖 那現在阿拉伯 我們回歸講解 那現在看到前期地圖 有這個果子 後方有黃金 左邊有黃金 右邊黃金偏遠一點 這個是野金的部分 那有一塊附金在前面 這是有點難受的 那圍加的圍法的話 可能要這樣子稍微圍一下 果子可能會遺留在外面 後面部分可能要圍好 不管怎麼圍 都是需要花一點資源跟時間去圍的 那MBL這邊的圍法 所以是比較看一下 他的附近在前面 兩個都在前面 這個有點難受 黃金的話 盡可能要一塊在後面 但MBL這裡沒有 但他的石頭在裡面 所以如果要打劍塔防守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那這個金也是不好防守 可能還是一樣只能小圍 稍微圍一下 不然這不就圍過來 這邊圍死 這邊再圍過來一點 左邊部分就只能圍下來了 OK 那這邊兩邊都生石袋 譬如說這邊是率先把左邊先圍的起來 好 封建石袋馬上提升 這邊應該不是打棒棒 棒棒這個時間下均勻是會太慢的 而且流程也不太適合 這邊很有可能是打弓兵開 不然就是弱馬開 弱馬開還是比較適合現在主流打法 那這邊木頭有點缺乏 沒有辦法打直線弱馬 好 這邊沒有打算要出兵 而是選擇了槍兵防守路線 OK 槍兵前期也很便宜 點下了一擊農田 開始撒農田了 偷經濟的打法 URA這邊沒想到開局直接槍兵防守流 那MBL這裡是直接開了弓兵 像我們頻道也常常在解釋喔 如果不下射箭場或是馬舟的話 自己就可以更提早去點下農田科技 而且農田可以更快就可以撒出來 所以說 URA這邊是有夠偷的 好 這邊也轉了一個兵工場 但是這邊兵工場也不可能去點步兵鎧 等一下吧 人家轉個毛兵 你的步兵鎧甲有點跟沒點壓 還是一樣被壓制住的 可能還是要補個射箭場防守會比較好 好 這邊要不要點一擊射呢 好 點個一擊射 還是防守一下 槍兵遇到毛兵 正是毫無招架之力 只能先尋徹退了 好 這邊槍兵跟毛兵開始騷擾吃果子的村民 這就是果子在前面會比較難受的問題啊 怎麼辦呢 一直被騷擾 OK 那現在MBL開始繼續轉毛兵 毛兵一直按 URA這邊則是轉出了大量農田 農田已經來到了12片田了 那MBL這邊也是來到了14片田更多的流程 哇 MBL這邊的村民處也是開始領先了 34對32村 說明數領先HERO 沒想到哥德爾開局是走了一個偷經濟路線 但是現在資源量有點爆炸 農田也是就去撒到17片田 那農田這個東西呢 正是多多益善 後期要打這個騎兵呢 或是打垃圾兵槍位路線 也是可以考慮的 波斯這邊農田多也是可以打騎兵路線 甚至呢連這個駱駝也能打 城堡斯帶也可以轉駱駝 波斯也算是一個蠻特別的文明 他是有遊俠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這種文明特性的能力 實在是為數不多 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 要防滲透也比較困難 沒有救贖思想 升旅路線基本上是不太能打的 好 那哥德爾這邊是補下了城堡斯帶 兩邊都升級 但MBL還是有波斯的升級之力 時間升級領先了快要一分鐘 那目前MBL 村民術領先的關係 資源上也是領先的哥德爾人 哥德爾人前期 自業量就會稍微輸一些 只能被迫打防守陣 好 兩邊準備提招城堡斯帶 後面這裡沒有維持 對自己的防守看來是稍微有點自信的樣子 好 這邊繼續打 這裡也沒有維持 這邊升 品種 準備要來打持兵路線了 馬就提升 這裡不太可能打哥德馬攻 對方的毛病數量太多了 對方只要一提升戰毛就有可能打輸 哦 MBL 這裡有點危險 Hura這邊把所有的毛病直接放出來 開始嘗試反擊 但是MBL的戰毛病快要提升完畢 肉馬繼續打 骆驼第一時間上來就是對著刺猴一陣暴打 這一波反擊非常漂亮 MBL的戰毛病開始打出了優勢來 Hura這邊肉馬直接往回拉走 殘血的肉馬沒有打算要鬆 OK 最後是有MBL 拿下這波會戰勝利 好 這一波打完之後 MBL也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要來打算開農了 那現在開農的話 城鎮中心效率運作非常快 臭敏樹會飆得非常誇張 Hura這邊是決定往左邊也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這裡要不要圍一下呢 還是要往上圍呢 不管怎麼圍的話都是有點困難的 好 現在骆驼加戰毛 這個非常反制騎兵 跟弓兵的組合 不管打什麼兵都有一點困難 那現在Hura要打贏的話 可能就去出戰毛兵 然後配上僧侶 招強敵方的僧侶 這個駱駝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防守陣 也不會太耗資源 這邊要找機會提升戰毛嗎 還是要走一個槍兵僧侶呢 槍兵僧侶路線的話會特別害怕戰毛 所以如果不轉肉馬 或者是轉戰毛路線的話 弓兵是有點打不太贏的 看起來結果Hura是想要走輕騎兵路線 用刺頭打戰毛 黃金反而沒什麼挖 五個人挖金而已 那剩下的細節呢 就是全部採木頭跟食物 那這算是職業尋種的一個細節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城堡時代 黃金一定要挖得多 才會比較厲害 那在一些偷經濟的情況下來說 多採點木頭跟食物 才是爆經濟最快的方法 而不是挖黃金 黃金反而不要太多人挖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是兩隻勝率壓制 駱駝回去 這邊清起兵 還沒提升好 好這次提升好 所以我們把這一坨 戰毛跟駱駝給逼退回去 那兩邊都是3TC看喔 沒意外的話前期都是走一個防守 反擊流 可能會直接到帝王時代才會開戰 NBL這裡有細節 大約五隻村民在挖石頭 好後方的戰毛兵直接投掉了生女 但是駱駝還是有主動權的 好這裡走肉馬 確定是不是一件好的選項 但哥德在這個時間點 能選擇的東西真的不多啊 那其實哥德在這裡打法 也有馬攻 配戰毛或是戰毛 配槍兵的路線喔 完全防守反擊流 但是Hura不想要失去主動權 所以選擇了肉馬路線 那肉馬路線的話是非常需要 考驗操控者的手術 因為你在開農圖中 你要一直把這些肉馬給控好 你只要移送掉這些肉馬 對方的毛兵就可以無法無天了 那NBL這邊是繼續轉出 大量村民 有點想要走馬攻路線嗎 馬攻一直在稍微按一下 前面生女過來 把生物給撿了回去 最後NBL被收掉兩隻生女 Hura這邊是努力用輕騎兵 想要阻止NBL撿生物 但是NBL還是順利的 提升到了帝王時代 Hura在正面也補下了一根城堡 這個城堡居然沒有補前面一點 有點意外 反而是補在了沒有高地的地方 待會對方如果上高地 就很容易被高打低囉 這裡有個高地 這裡有微微凸起 要是NBL在這邊駕駛巨型投石機防守 這邊第一處城堡會被拆得很快 但是蓋這個位置有個好處 可以守到農田 而且TC稍微反過下 木區也可以 黃金也稍微可以 Hura這邊是想要盡可能的守住支援點 好NBL這邊是選擇了生女 先繼續按的路線 那帝王時代的生女能打嗎 只有印刷技術可以用 招單位型 但招工程器不行 Hura這邊是選擇了步兵路線 上帝王哥德還是要打步兵 點下了無政府狀態 待會就要來暴殘哥德衛隊 兩邊都是打一個很濃的路線 還在濃 好NBL生帝王時代 點下的是化學 現在村民處明顯有領先的部分 111村對103村 手推測也不好 NBL經濟來到不錯好 三公三農三木 其實要點或不點都是可以的 好這跟城堡在第一處的關係 很快就被拆掉了 這應該是直接棄手了 哥德人這邊精銳哥德衛隊 需要大量肉 現在要點下需要1200肉 肉要趕快再灑入一點 好再往前補一件城堡 NBL選擇的是火槍路線 但是哥德衛隊來了 第一波交戰 看一下 哥德衛隊數量來到45隻 直接分了三隊 左隊中隊右隊 三隊出擊 這旅沒時間著想 火槍原地射擊 駱駝想要扛住側面 但正面要扛住有點困難 駱駝的傷害 打哥德衛隊是有點打不太贏的 因為傷害只有6加1 哥德衛隊是10點傷害值 駱駝是正面打是完全打不贏 打開好NBL點下了波斯城堡 現在射出來的都是子彈 對布丁 對這個步兵單位呢 還有額外增上效果 這邊城堡也是擊殺非常多的單位 10隻單位 這裡12隻 很多哥德衛隊都是因為城堡而被擊落的 Hero這邊是選擇繼續 產出步兵 村民宿還能繼續往上 然後邊的資源量都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這裡也補了一根城堡 NBL把自己的礦區盡量的控住 Hero這邊要把這個石頭也控住 跟黃金喔 這裡可能要再買個200石頭嗎 蓋下城堡 蓋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守住右邊的礦區了 這裡最好也是把這個石頭挖起來 插一根城堡 但是如果現在這邊插城堡的話 可能也架不起來 巨型頭實際的話 可以馬上拆掉 現在Hero這邊問題有點多 然後NBL這邊是反而是非常輕鬆的 重要的礦點都已經守住了 這邊只要專心進攻就可以 這裡波斯人也可以考慮轉薩瓦爾 薩瓦爾這個單位攻擊速度之快 但是血量比遊俠少了15滴血 打步兵來說的話還是可以考慮用一下的 但是NBL沒有打算要選擇 奇兵路線 而是全部火槍 QR這邊直接分成三路 尤其是三路進攻路線 火槍這邊全部聚在一起有點危險 人較盡可能收城堡裡面 做一個多線 好但是城堡三根堡 開始無情開炮 子彈大量的從城堡裡面 大量噴出 哥德國隊直接被蒸發 擊殺數來到了33 好這邊火槍也來到15次 NBL繼續城堡堡推 哥德人並沒有攻成氣 這邊進攻都有點白攻擊的感覺 好這時候三攻補一下 NBL在右邊偷偷挖起了石頭 反正正面也不是 重點也不是在右邊石頭的地方 那NBL這邊也可以考慮火槍配肉 誒? 這邊是打算火槍配戰象嗎? 怎麼會有波斯戰象走出來 Yura這邊生旅 有要打算按一下嗎? 能夠招強到一隻波斯戰象很賺的 血量450滴血 波斯戰象再次進攻 那波斯戰象呢 他擁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只要攻擊正面 他的全方位都會有擴散傷害的能力 所以用戰象去打步兵 是非常划算的選項 好 格德人三攻中一點好 激烈格德衛隊 16點傷害 遠防10點 近戰2點 防護力 但是遇到火槍症 格德人不轉戰毛兵的話 完全擋不住 但是現在就算轉戰毛 好像也沒機會摸得到火槍兵 好 格德衛隊上前開始打火槍 兩刀就是一隻火槍兵 MBL這裡要小心 火槍要是全滅的話 自己可能會直接被秒殺 好 格德衛隊很努力 往前衝刺 這裡要不要收一下 把火槍收到城堡裡面 但是MBL沒有再聳的 直接火槍原地開槍 這裡直接煽動城堡 吸收了大量的格德衛隊 現在城堡殺敵處 來到了62隻單位 格德人這邊損失有點慘烈 MBL還在努力修城堡 那波勢堡壘 城堡點下之後 也有用減傷的效果 所以波勢的城堡也不是那麼好拆除的 好 三根巨型投石機 後方火炮 可以找個機會去點巨型投石機 但點的話要特別小心 格德衛隊 格德衛隊直接放到城堡中心裡面收了出來 瞬間移動 火炮可能逃不了了 但是還是很努力一直往後啦 第一台倒下 第二台有機會嗎 格德衛隊無拒城堡的傷害 好 這邊也抓掉了一些火箱兵 MBL這一波有點小虧 城堡後面三台巨型投石機 還在攻城 譬如說這裡沒有放棄 補下更多農田 且打且退 左邊的部分也偷偷出去伐木 好 右邊的部分也沒有太多的發展 黃金還在繼續挖 MBL支援量還在繼續爆火槍 火槍打格德衛隊 還是傷害極高 但是被格德衛隊打也很痛 兩刀一隻火槍兵 MBL不能浪啊 浪下去的話會損失慘重 好 格德衛隊這裡再次成功 這邊要收成寶 收成寶 格德衛隊貼到了 Hero這邊又賺到了一波交戰 現在MBL的村民處還是領先 資源量已經快要來到1萬資源了 要贏1萬了吧 好 現在火槍兵還在出 沒有打算出肉碼 扛前線 好 火槍這邊再稍微擋一下 但是最後還是直接肉身扛各位 格德衛隊直接收掉非常多的火槍兵 波斯彈箱想要直衝後方的巨型投射機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好 但這波有機會了 哇 戰箱直接擴散傷害效果 踩爛了旁邊的格德衛隊 Hero這手打出了聚集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MBL這一波打的火槍非常狂 Hero這裡更狂 慘了200多隻哥德衛隊 但是終究還是扛不住 雖然最後有拆掉地根城堡 但是後續的防守 黃金是不夠了 右邊這個黃金挖完的話 也要直接斷金 而且波斯彈箱真是一大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只有15輸給Hero 那黃金還領先了大約3000多 快4000了 那經濟的部分還有4勝物 所以越打越後期 Hero是更沒有希望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最後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